欢迎收看石sir手机,石sir 是 港股继续在二万八位顶住顶住 嗯 之前说过,10月可能会差一点点 是 是 继续这样看? 是这样看 哦,距离10月很快剩下两三个交易日左右 对,可能要10月的话,要到10月30日才跌下去 哦,头中尾未知 是吧,头中尾未知 总之最终的那一套 最终的那些人,要是回到和合石,要是回到大海 哦,都是树兔同归 最终的那些人会不会上了喜马拉雅山 是 再下来 是 这个是菲律宾的恩登海溝,我不知道 哦 喜马拉雅山最高 很多人不知道,恩登海溝是最深 恩登海溝的深度,能等到三个喜马拉雅山 哇,希望我们不要沉浪那么深就行了 好 好,看看市点消磨的社长 好 看看市点消磨的社长 看看市点消磨的社长 市点消磨的社长 很简单 来到这里之后的社长 我说,这里的社长是未见底的 还未见底先 来到三天之后就见底了 见底的社长 很多人都看到这里 哇,这个是十字星 什么 这些某些位置的十字星 各人的看法是有不同的 譬如像这些这样 十字星都会跌下 这些时候就会升回头 那我就想说,未完 这样,三天之后 回来之后 回来之后,回来之后 回来之后,回来之后 来到二万八 这顶着 那顶着的时候 记住这里有个位置 这里这个是列口下跌 是 这个位置 最低就是二八一二一 哦 很关键 是 二八一二一 我现在上到这里 最高就是二八零三一 嗯 今天去到最高就是二七九一二 这里这个就是二七九六五 但是,細心看看 在这几组里面 最高位这个 最高位是二八零三一 如果今天 哦 或者是明天 嗯 或者是这个下个星期 不能够升破二八零三一的话 那可能有机会就是说 来到这里 这里就是保不了下跌裂口 是呀 那接着就会跌下去了 这样就算是升了上去 保一保 保一保 保一保哪个位呢 就是这个最低位 二八一二一 如果二八一二一 是怎么办 那之后就低收回的呢 嗯 那这个都不是好东西来的 哦 那所以呢 这几天是一个比较重要点去看 哎呀,这几天期结 会不会有影响啊 一定有影响啊 是 嗯 跟着之后 跟着之后 我们要回来看是怎样 可能会给他多些时间去看的 嗯 因为我们遇到一个 旗子的结算 亦都遇到这个 十一的黄金周 北水没得来 是不是 是 没得玩的 始终我们要看看 那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应该看的是 由这里一个顶 这个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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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低于一顶 然后又会是一底 当然这个要低于这里 是 其实低于一底 嗯 那之后到完这个底 呢 那我就觉得 都挺低于底了 哦 到时就真的低了 是 那到时的底会是多少呢 会不会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大约有多少呢 就是 26 219 或者是 2600 齐头 或者258 259 257 我不知道 嗯 最好是真真正正 低于这个位置 是 然后再回来 那要不呢 你就不要低于这个位置 那就是我说完 就没有东西说 要不就是低于它 要不就是不要低于它 游位置看 那时间就在 我估计 如果低于的话 不应该 今次不应该 低于26 219 太多的 咦 可以低于1点 2点 或者是升到1点2点 这样 这样 就挺好 然后 之后 就应该有一次 又回来到 220 这些东西 就 吵吵吵吵吵吵吵 吵吵吵吵吵 吵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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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是很少的,好少少的 它是補回裂口的 明顯補回裂口 真的能否回到這個位 這也是三頂的 上證指數 挺好的 凸穿了 升穿了上面的頂位 又入魔又入褲 又入褲 然後深圳成分指數 差一點 為什麼深圳成分指數差一點 因為很多深圳的股票 都是跟出口有關的 出口有關 今次來打貿戰 自然就有一點影響 是 升上去之後 今年一月的新高之後 很簡單 在陰陽足來說 這裏叫三隻烏鴉 是 這裏有三隻烏鴉 有樣子看 如果今年又再有多 今天又有一隻烏鴉 我們就不排除做到這裏 特朗普就要欺欺欺欺欺 他就說 是中國佬搞低我們美股 是,不做Fan Nickey 日經指數很好 是 是 原因為甚麼呢 就是這裏有一個 裂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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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個裂口之後 還升 但是我覺得 升完 夠了 你有三個裂口 是嗎 是 三個裂口之後 你先回到這裏 補一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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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健康些 是 然後有這個美匯指數 美匯指數是94度 橫行 你看一下 美匯指數會不會穿到94 美匯指數我自己覺得 它應該是103建了頂 97 我亦都覺得這個是 已經是短期頂 長線下去 我是看美匯指數是78 是 78的時間 這個藥膜是甚麼時間 要幾年時間 是嗎 美元對日元 現在這個是113 113 如果美匯指數真的到78 即是美元弱 是 日元就要強 是 日元強的話 那這裏會怎樣 應該就是一孔七 這麼少 是 首先是一孔七 是嗎 是 是 就是這樣 是 石sir 是 是 真的一月月期加息 大家都預料了 又 沒有話可說 加息而已 不是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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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是 是 這個是 你說 我猜到他加息 收工 不是 是 問題不是你今天猜到加不加息 是 而是你今年年初的時候 你猜到他加多少次息 是 猜中了 是吧 你今年年初猜到他加多少次息 你今次猜到他 即是你昨天猜到他今天加息 是 即是一早知道的 是甚麼猜到 即是見到 老婆 退了進去產房之後 他會生兒子 哦 是 那這件事 說來也多餘 是 我一直都說 這個是 鮑威爾 他不是一隻鴿 是 很多人都一直都說 他上來之後 耶倫的是追隨者 他是一隻鴿 即是 如果你看回很多話 你看回2016年之前 他沒有機會上位 去做這個 聯邦儲備局局長之前 那他的言論呢 是很英的 哦 即是你作為一個 一個的 是 儲備局長 那些人 什麼時候都會這樣 好啊 哦 好啊 哦 見見接受 意見就接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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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態度呢 照敢 惹你狠俱 哦 是 那個詞不要說 是狠俱而已 是 我握必 我是握你的船 我聽你說 聽你說的嗎 不用聽你說的 是甚麼 不是 我當然要聽別人的事 看看和我的想法 哦 是不是有這個 我真的想錯了 如果聽完之後 我沒有想錯啊 如果這樣去呢 還有一件事 美國聯邦儲備局 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的 嗯 是有這麼多個 是舉手 可以投票權的人 是 唯一一個可以說了算的人 在整個這個年代裡面 張正正正 是的 是一個人 誰呢 是福爾克 嗯 那福爾克 為甚麼可以算了算呢 第一 他六尺多高 遙明這麼高 哦 那 據呢 他講的 人家說 他很喜歡做事就是這樣 就是要跟你談心 嗯 凡是開會之前呢 他找到你的意見 不是很合的 他就會走去你那個辦公 桌子上 是 他不是坐在你的對面 哦 站在旁邊 都不是 他坐在這張桌子的旁邊 哦 六尺多 再坐在你這張桌子上 嘩 嗯 哦 他坐在你這張桌子上 你也要 是 所以他用一個遊說的東西 嗯 所以在這個福爾克時期之中 是沒有反對聲音的 哦 之前搞不定了 搞不定了 因為這是德國人來的 德國人做事就是 嗯 哦 是 拍桌就可以了 嗯 後來Greenspan Greenspan是一個路由條來的 嗯 在華爾街運開吃的 這個只是金主 那一個月是金主 嗯 是看錢做人 所以他到時會擠來擠去 嗯 是 Mannacky呢 就是一個是 學術派的人物 當時他接手之後呢 全世界都亂了 嗯 是 亂了就問他 你懂不懂做事 你做不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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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懂不做 懂不懂 懂不懂 沒有人夠膽出聲 用我那套 他那套是什麼呢 他就是起 他做一個大學博士論文 嗯 那個論文研究過一套 是 你沒有人研究過 沒有人做過 我有研究過 就拿這套出來 嗯 是 那現在他在1980年的時候 已經向日本的政府方面建議 他減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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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為何日本人現在這麼低息 聽話 聽話的 好了 到了後來耶倫的事之中 耶倫呢 很簡單 我老公 是諾貝爾學得獎者 嗯 我 又是一個很受尊重的經濟學家 嗯 以前 也都在 三藩市聯邦儲備局做這個研究 三藩市聯邦儲備局做的研究 是很嚴謹的 很多事情 那麼 諸貝爾是儲備局那些研究報告 我不看到 我 唯一一時有時間 我都會看三藩市那些 厲害 是 那些人是比較厲害的 嗯 是 其他不同 聯邦儲備局那些研究 各有其好處 之下 三藩市那些人所反映的 因為那時候 多這些 美國新一代人 嗯 他們的消費習慣 他們的想法 他們就容易拿到 嗯 那些三藩市走完 整個加利福那些行船 才走到美國那邊其他地方 是 人家在進步派 你都要落後派 嗯 所以你由看那裡 就很容易看到 後來的演變過你 是 那到了 是 鮑威爾怎樣 鮑威爾 是一個獨法律出身 哦 沒有經濟學 嗯 不過 他家裡有錢 做投資 那他也 不是很有錢 不過 舊錢 是 舊錢 他做到一個 基金的投資 做了一些 所以他在市場上面 那個是比較 抓得比較緊的 看得到的 Greensbank 就是看數據 嗯 Paul Walker 就是看銀行的資料 Marenaki 就是講學術 耶倫 都是講學術 嗯 不過 鮑威爾 是對市場上面 其實 是有一點點 近一點 嗯 是 他有一個心態 他認為怎樣 工業不應該這麼貴 哦 他家族財產 是 你炒這麼貴 爆煲的煲 哦 不是越高越好嗎 喏 如果你是做炒家 你一鋪過炒後 就算了 是 你拿著家族財產 嗯 想著全子接孫 是 給到阿塞 阿塞阿塞那一代的話 嗯 你就希望平穩的東西 是 不要搞那麼多 是 是 穩定上陽就好了 穩定上陽嘛 你不要 嘶 這樣去嘛 嗯 所以其實好做的已經說 就是說什麼 股票的價格已經太貴了 喂2016年他已經說太貴了 何況現在 你還不想 是 新高 所以呢 今次裡面 你會看到 鮑威爾說了一句說話 在2016年他說了之後 沒什麼再說過 現在他再說的就是 什麼呢 資產價格太貴了 哦 他不是不斷這樣說嗎 沒有 今次是第一次說 嗯 第一次再說 是 2016年他已經說過 不過那時候那些人 不是去找他那些 那些 那些人 是 因為你覺得人微言輕 嗯 他也都以前是 管理過一些 是這樣的 投資的基金 嗯 除了家族 還管其他 所以他對於那個基金界 不是說不認識的 你那些人怎麼炒發 怎麼成呢 他知道 還有一樣東西 看相 咦 又怎麼看啊 第一件事你要看 Paul Walker很大隻 嗯 他人呢 很 肥的 成個很佛 那樣的 哦 他是穿全華爾街 最便宜的那套西裝 哦 吃全華爾街 他是喜歡吃這個雪茄的 最便宜的那隻雪茄 嗯 嗯 是 不過呢 最近這五年 就沒有吃雪茄 是 沒有吃煙 健康 健康 因為心臟有事 是 那我 就是 認識到少少少 因為曾經有些因緣巧合 見過他 他每年七月就可以釣魚 是 然後呢 其次呢 就是 Greenspan 恩珠 哦 這樣 這些 這些人都是 面無四兩肉 嗯 那個人比較mean 哦 這樣的 是 你看到 Bernarkey 那些呢 呃 呃 呃 這些 很豬蜜的 哦 耶倫呢 又是 又是很豬蜜的 這些順得人 哦 全部順得人 霸威爾怎樣 哦 又是 又是 很面相 是 面相的人 有時候 我們有些人說 在中國上書 中國上書 回國都未必合用 是吧 就不要這樣以為我可以誹謗他 嗯 中國上書又說這些 這些叫做 可能有些少少是 就是 涼薄 嗯 是 容易是去 刺你的 抓得緊 抓得緊一點 是 從這些現場來說 就是抓得緊一點 嗯 是吧 抓得緊一點 嚴謹一點 不是不好的嗎 就是這樣 一樣東西得過邪國 得過邪國是不好的嘛 嗯 雖然有時候就說你 啊 你仁慈 嗯 是 你可愛 有時候就說你 哇 你很偏頗而已 為什麼有法不依啊 所以耶倫就被人說 你又說加息 整整一下 因為這個 中國那時候 八十五 八十一 那個 你又說不加 但是英國他退出 你又不加 嗯 是 怎麼可以呢 鮑威爾說得很清楚 我不看世界 嗯 我是看美國 是 美國要加就加 我不管你世界 嗯 或者你死去 是 當然他沒有說 或者你死去 他只是向美國經濟負責 嗯 所以這一點是否應該 他沒有了耶倫 一個世界的 所謂 globalist 的 view 嗯 他和特朗普都有一件事 美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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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我只是對美國負責 嗯 不是對世界負責 因此 在這一點裡面 你世界打到亂都好 或者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只要不是打到美國 算數 趙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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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就說是鷹 所以 現在 我先講詳細一點 讓大家很確認 這隻 reload this 是鷹 不是 是 拋棄幻想 哦 是 以為他可以不加 到今時 都有人說 九月他未必加 有貿錢有性 十月也未必加 有貿錢 有沒有他有貿錢 坐在那些傻 哦 加 所以我只會看 是 看一看 一般看 那 聯邦儲備局就是說 日如預期 是不是 就是加息 0.25厘 到2.25厘之間 預測今年再加多一次息 現在加息是12月 那麼 機會率有八成左右 那再跟著說 漸進息加息 今晚當然是漸進息加息 是 是不是 什麼叫不是漸進息加息 什麼叫不是漸進息加息 不是加四分之利 所以 如果你看回聯邦儲備局 看回這幾個人 的他們加息的次序 你就很清楚知道 什麼叫漸進息加息 為什麼經常要強調漸進息加息 那麼重要 就是他告訴你 我不會一加一加半厘 我亦都不會 好像GreenSpan 一年加七次 我開四次會 就可以加四次息 是 中間不會有一些 是電話會議 就是兩個會議之間的電話會議 那就再加一次 如果不是 GreenSpan的時候 1994年至1995年 1994年2月 加到1995年的1月 總共加七次息 是 數都數不到面 我又有七次會議 是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一個 就是我們要有一個歷史的認識 知道這個 好了 好了 最重要一點 這是 鷹開始確立了 雨逆漸歡 漸風 雨無漸風 鷹說 貨幣正實立場 依然寬鬆是沒有了 就是說 我不會再寬鬆給你了 我已經在吹緊了 很簡單 這裡的話 加息加息 每次都漸進息 半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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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即是四分一裏 四分一裏 是 接著要再加多一次 加到2至2.25 接著就是2.25加到2.5 是 是 然後再跟著 在2019年 加多一個是三次 大概加到三裏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2018年 總共認為要加四次 官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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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的預期 加這個 是 有四個人認為要加一次 要加四次 就是等於再加一次 有12個官員 這樣說 夠了 是 知道了 你沒有份舉手 人家舉手 是 猜什麼80% 90% 就是100% 是 所以現在還在說 80%的話 真的 可能真的會變 對 對 看童話小說 看得多 是 好了 接著在2019年 就是 估計加三次 官員就有四個 加四次 官員就有四個 加五次 官員就有四個 是 即是四四四有12 即是中間落墨的話 那你如果不估 它是加四次五次 你也要估計加四次三次 是 在中間來說 就是四次 在中間落墨 即是 我估計 2019年 是應該加三次 是 哪個 哪個 不用加五次 2019年 是十二月 哦 到這麼尾 因為那時候 美國經濟應該會出現了 有衰退的跡象 這個就是 息口的點陣圖 是很重要的 這個 2019年 你看到 哇 這麼多 2020年 就說 這麼多 看著 留意 是 2011年 你下跡 你下跡 減息 呢 這是 長期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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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 現在 這個是 美國聯邦儲備局的 官員的估法 是 是 這裏 這裏 說這裏 這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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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這裏 是 這裏 這裏 那裏 這裏 那裏 這裏 是 這裏 這裏 你敢不加嗎? 不是你的2% 你又是去搬龍門嗎? 好了,來到之後,美匯指數 我們看看,美匯指數加息之後 並不見得是會升上去的 那這個代表什麼呢? 就是這麼多 好了,10年債息口會升 10年債息口,現在大約是301左右附近 301附近也不太好 6月的時候見過 6月的時候這些鋪為什麼升到301呢? 因為俄羅斯沽了400多億美國債券 這裡最近是中國有沽,其他有沽 好像很多地方都沽 俄羅斯就已經沒得沽了 因為全都沽了 這是什麼呢? 日本也有沽,中國也有沽 日本也有沽嗎? 是的,日本也有沽 其實日本一直都有沽 比俄羅斯沽的還早 不過報紙也有報導 特別是在美國的報紙報導 俄羅斯沽我們,他就報 日本沽是不報的 中國沽我們也有報 這個意思是 你中國和俄國沽了就會害我 好 好 說匯指數很簡單 情創無,跌了這麼多 這件事可以彈回一點點 在這點 我想有一件事可以說一說 這個呢 在上個星期四五度 突然之間 這些匯市翻天覆地 然後廣故 一聲又升上去 是 那其實是什麼現象呢? 我個人的看法 來不多也有沽 來不多也有沽 這張圖不夠長 這張圖長一點的話 來到這裡 沒有嗎? 去到2015年的8月 沒有嗎? 有 也是有的 為什麼呢? 就是在這裡 你一定要看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是一個國際餓 有幾多賺錢 是 這些國際餓餓 無論它是有意 是組織在一起 或者是自己各自走上 形成力量 不是重要 最主要就是 它會想想幾件事 第一 打貿易戰 你死吧 第二 中國又要收縮 你死吧 是 期止結算 你死吧 是嗎? 是 所以既然死了 我就要銷售 所以其實 你要看到一件事 就是 你今年的是 9月 8月31日 哦 8月尾 不是尾 說確實日子 8月31日 8月31日 31日是什麼呢? 是已經9月期止 是上市 是 那天 那天 期止是裂口下跌的 那天是裂口下跌的 跌倒下跌的時鐘 那 跟著之後 就 為什麼 那時候 因為那些大鱷要發動的話 除非 它真的煲你一煲 很厲害的 嗯 這個屬於是生死決鬥 是 那要跟你搞你 大概三至六個月 就煲局 嗯 如果不是找一些短線吃的呢 就是 焦種樹蠻 芥版 哦 直撐 通常都是 這個是 譬如要你做你9月的話 就在8月 最拉末的星期 嗯 是 然後再跟著 就在9月 譬如我這樣做你9月 做你10月另計 嗯 9月的時鐘 另一個要開波的時鐘 又會怎樣呢 就是由那一開始 就日一開始做下來 爭取時間 是 因為這個世界很多事情變化 你怎知道呢 嗯 哦 他告訴你 呃 習近平我們都很熟悉的 嗯 我們熟悉到了 不打了 算數了 即是想不到 是 那有些人若然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死了 是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做一個很短線的操作 那如果一個月的話 這些 起一些比較大的惡來講 這個是短線操作來的 嗯 那如果還要剃頭皮的那些 那些 即是幾分鐘那些 或者一兩天那些 那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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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是十十星 嗯 掃也不夠額 是 那你起那些 大些 那些 你做的 你做的時之中 你用一項 知道 因為不知道 哦 那精明當然是知道 對嗎 嗯 很簡單 你要供港匯,堆到下去之前,是不是很多時候去到下去 什麼,七八五,藥方藥方 其實那些人是很想一堆,堆穿你這個是七八零 於是就製造一些東西,你下去不刻意去到這個 即是七七九這樣才算好 很方便 你全世界報紙,不只是香港報紙 都賣頭條的 那時候就再集合了,有很多是螞蟻過來 是 連香港的阿婆都說可以要供港匯的話,你死吧 是 遇到這個過程裡面,你會怎樣做呢? 再做金管局,你接貨,你接得多少 首先其他一樣東西,夾人仔 是,夾你不起嗎? 是,大把 阿爺很容易 是 是 夾,人仔升 所以最近一定看,會市一定會人仔升,港匯才升 嗯 只是港匯升,人仔不升,你港匯升也有個破壞 是 人仔升,港匯升一定很清楚,所以做淡的人會被人夾回頭 嗯 所以到今天最近,差不多回去做女兒的時候 是 這個是,8月31日,或者9月3日左右,那時候情況 嗯 那是怎樣呢?那些淡友就是,你平平嗎? 是,投降 是 你如果早點平平的話,還要倒閉一點點 到今天平的話,即是等於回到,嗯 沒有玩過 那時候沒有玩過 是 那淡友會不會是就此而收手的呢? 肯定告訴他,又不會 嗯 肯定會怎樣呢?又再做多一局 沒有,那就順勢了 嗯 平均之後再炒上來 是 在上面再高位,又再下過來 嗯 喂 今年年,今年9月的時鐘上面 是279的 嗯 下到262,1000多,2000點 都幾好撿的 是 現在下面又再炒上去 等於10月再炒上去 接著11月再炒上去 幾好撿的 嗯 所以可能在這個過程裏面 港匯都是會這樣動來動去 嗯 好了 匯豐已經相反宣佈 就是上條優惠利率 由5厘,上條5.125厘 這個字 2006年以來,本安銀行首次調高的P 好撿的 不是好撿的 不少啊 報道來做什麼 哦 你一定要調高的 嗯 你 你是即是 1.1 還是1.4.去調 是 你可否記得我們剛才說過 有些銀行 一早已經調高去存款利率 嗯 那我當時說,你這麼厲害 其他銀行你不要調高 150 哦 是 大勢如是,天要下雨,梁要嫁人,你能阻得了吗? 好了,接着说,现在流岸PA的high board为基准利率 加上最优惠的PA暂时应该不大 两年之后如何? 两年之后你曾扭工完吗? 看死都没有 要市场连续加息三次,才会相信有持续加息的周期开始 好了,认为香港会不会加三次息呢? 这个持续加息周期的预期,你现在可以够胆说永不发生吗?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是吗? 好了,虽然B现在对流岸已经不大 但B对银行加息周期开始更加明确 当然是明确 就是银都披上了战袍 同时他们的新干截造成一定的影响 如果是美国每加息两次,本港就会加P一次 不一定的 是 因为你一定要看,在香港的银行结缘,有没有流走 是 如果流走得快的话,美国不加息香港,都要加息 是 因为你银行不够钱 是 那去到多少呢? 五百亿左右 那现在还可以的 OK 还有千八亿的 所以五百亿的话,你看看 美国不加息,香港也要加息 是 走不走得那么多? 走不走得那么多? 你有没有千八亿的 没有 所以答不到 我也没有 是 你也没有 没有 那我们不是那些千八亿的人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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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随着阿爺 祝贪官 阿爺 要限外汇的流出 是 阿爺 要这个打 这个是外 这个冒战 中美的冒战 嗯 和你持续 砍过这件事 你可以说 这里的东西 可以很丰足吗? 是 是 是吗? 其实水紧 是一定会的 哦 不水紧 银行不加存款利率 嗯 是 因为水紧才要加 是 是 是吗? 所以到最拉尾 之后是什么呢? 各页的加息周期 美股是升多跌少的 嗯 那当然了 以前的加息周期 是反映什么呢? 反映经济好 是 是 那我们要加息 嗯 你经济好的时候 股票是否应该也好呢? 是 是 那一般来说 是 一般来说 我真的不知道 哦 我现在看的末期 就是2019年年年底 是 是 就是2020年 第一季 因为那时候 美国的经济 应该开始是 缓慢下调 嗯 即是期间还可以升? 会的 不过 不过开始慢慢打横 我会觉得 嗯 是 好了 恒生指数是什么呢? 你不要以为加息会升 哦 恒生指数会反过来 是 你看到美国联邦署 加息一次 跌 再加息 跌 今次加息呢? 跌不跌呢? 你知 我估计会跌 你估计会跌? 哦 跌多少呢? 就是这样 假设 如果又要跌4%的话 4%? 嗯 嗯 那很简单 如果跌4% 就是这样 是 好 评计会差不多 和之前的低位 是吧 哦 即是未来都会继续加了 最快 股加到2019年的第四季 这个我估计 是 是 好 谢谢石sir 好 想重溫石sir的手机流行 欢迎到HKT.com的电面区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的